据台湾联合新闻网24号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23号宣布 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F16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 金额约5亿美元 台媒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称 此次军售案没有提到明确的品项 仅提到主要承包商是生产F16战机的洛赫西德马丁公司 外界猜测该设备可能是先前层售台的 军金手红外城下瞄准吊舱 或是最新的军团红外跟踪搜索吊舱 这样重要的外挂式设备通常与战机一同捆绑销售 但因为台湾地区特殊的处境 美对台军售往往采取拆分式销售 因此才会出现此次F16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军售案 IRST系统它原始设计就是用来搜索跟锁定这种小型的 或者可以躲避雷达的这种空中航空器 报道称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11度对台军售 台湾联合新闻网认为 美国这次军售的时间点相当敏感 刚好在赖清德所谓过境美国反台 以及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展开军演之计 引人关注 对于此次美对台军售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8月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 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实上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在防务开支方面 频频大撒币 预先公布的台防务总预算 更高达6068亿元新台币 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达到2.5% 创历史新高 它表面上增加了 但是在结构上存在的很多的问题 一个它可能存在变相的浪费 武器多维护经费少 到最后就是每个武器的妥善率 可能都很低 中国国民党籍民贷将启陈质疑 防务问题是不是靠大撒币 靠预算增加就能够解决呢 外界也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债留子孙 对此蔡英文进辩解称 自己做的是投资未来 壮大台湾 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前议员罗志强 23号在领书发文称 台防务预算在2016年是3596亿元新台币 到了2024年达到6068亿元新台币 八年暴增了三分之二 民进党竟宣称所谓台湾变强了 对此有岛内网友在评论区批评称 老美的摇钱术 还有网友表示 钱花得多就是变强了 这是什么逻辑 也有网民讽刺称 买那些拉筋武器只是满足美国政客的口袋而已 有没有变强了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台湾民众变穷了